乌日乔人国校原本的图书馆在三楼 设备有些老旧 师生使用上也有点不太方便 影响推动阅读相关活动 幸好在教育部补助经费下 学校将图书馆搬到一楼 打造新的图书馆并以风为主题 设计纸飞机及风车等一项 这天新图书馆落成师生相当开心 同时之后也会开放给社区民众使用 让大家一起爱上阅读 小朋友带来直笛表演展现学习成果 也为活动注入热闹气息 接着贵宾揭开红幕 并用大钥匙打开大门 师生期待已久的新图书馆 正式跟大家来见面 四位之门 他喜欢看什么呀 漫画 很好 我们那个乔人飞乐馆呢 我们的讨论了很久 主题意向是风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 可以展现风的东西来展示我们风 所以我们会有风车 我们会有子飞机 然后我们的地盘上也有风车 如果等一下仔细看的话 风的转动 然后带动希望 带动小朋友 学校表示 原先图书馆在校园三楼 设备有些老旧 师生使用上也不太方便 影响推动阅读的相关活动 幸好经过教育部补助经费 将图书馆搬到一楼 打造新的图书馆 并以风为主题 设计纸飞机及风车等意向 舒适的阅读环境 师生们都相当喜欢 我觉得很好 很方便 而且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小孩子呢 他们喜欢这个图书馆 然后我觉得 这个书对他们来讲呢 可以创造他们 新的生命 然后新的感觉 然后视野会不一样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觉得来这个地方 服务是我们觉得很荣幸的地方 全国小也趁着新图书馆 落成这一天 感谢热心教育人士 对学校设备更新的经费赞助 未来学校也会开放 给社区来使用 期盼让大家一起敞扬书海 爱上阅读 接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